这次赛前评价 分为声乐考核舞蹈考核两种 什么声音 时间组暴力 肯定是小宇 隔壁与蕾雅维老师那边 又一场大暴力 四个大暴力 我们肯定要跟她们一拼 没错 我要独立拿到小考 前面两攻 对小考的重视程度就不够 就好就好 这一次不想输 小宇明 我几肌疙瘩了 之前小考的要是这水平应该多好的 这种时候不能被赞誉一声冲昏了头脑 但是 但是 这次要比寻堂的时候 我觉得情感急剧下降 别怕 成峰2024第三次公演 将会开启的是过线攻守赛 那么究竟参加本场赛前秀的 会是哪两位姐姐